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处长白山脉脚下 而延吉就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中心 这里至今完整保存着很多朝鲜族地方美食风俗 当地人融会贯通 发展出很多地方特色美味 而拌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我找到了一位朝鲜族同胞方海雅大姐 想拜托她制作一道地道的朝鲜族拌饭 这用东北大米与当地特色食材融合做出的拌饭 会有着怎样的口感和味道呢 方海雅大姐说 她要先用一种特殊的食材制作美食来搭配拌饭 那究竟会是什么呢 这一敲啊我一摸才发现 它这个里面的汁叶是特别黏的那种是吧 而且就有那种 有点那种中药和那种植物的那种清香和药香在里面 沙参是朝鲜族地方泡菜中经常出现的一种食材 这种外观像人参一样的植物 不仅没有人参那么金贵 而且从口感和味道上与人参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朝鲜族同胞就地取材 将这种沙参制作成泡菜 成为大家餐桌上深受喜爱的一种常见美食 沙参肉厚纤维粗 所以要把它敲松才能更加入味 沙参煎到两面金黄 就该万能的经典朝鲜族辣酱闪亮登场了 虽然万能 但是细微之处也要用白糖 牛肉粉 白芝麻 再给它的味道进行细微调整 好吃 煎好的沙参加入辣椒酱拌匀 然后再用少量的油煎一下 这就是深受朝鲜族人喜爱的家乡风味 煎沙参 不过如此简单的搭配组合 似乎还无法衬托出东北大米软糯的口感和清香的味道 接下来要根据时令和个人的喜好 往米饭中添加更多的食材 将胡萝卜丝 角瓜丝 结梗丝 香菇片炒熟 还有豆芽 蕨菜 菠菜 焯水烫软 软煎上几个糖心蛋 再将这些食材分别加盐 香油 白芝麻拌匀 最后要用到每家每户朝鲜族同胞都有的 私家朝鲜族辣酱 用这辣椒酱将所有的食材 进行统一融合 而进行融合的技巧 就是一个字 拌 哎呀蛋黄出来了 蛋黄出来了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拌了用手 拌的时候不要太抓 不要抓 就是发太黏了 太黏了 这一拌立马那个香味 辣椒酱的香味就出来了 对 然后这个米饭那个香味 混合着辣椒的香味 还有 怎么做啊 对 还有那个蛋香啊 都到我鼻子里来了 这朝鲜族拌饭乍一看上去 感觉没有什么特定的章法 就像热情好客的朝鲜族人一样 随心随性 食材五花八门 各家的酱料又各具口味 所以虽然同样是用东北大米 烹制出的米饭菜肴 但是再严急 几乎找不到味道完全相同的拌饭 好吃吗 你给我咬下去 有米饭的软糯 然后有这个菜的那种清脆 然后呢 主要还是这个 这个酱在里面 是吧 关键的作用 再加上有那个鸡蛋的 那个蛋液包裹着这个 所以它那个米饭吃起来 是种滑滑的 对 好像放了那个糯米似的 对对对 就非常黏的那种口感 是吧 还有这是咱们这个沙身是吗 对 沙身 它这个纤维感十足 这里面一丝一丝的特别很鲜 有了油香之后 它吃起来格外不一样 它不像是一个素菜的 有那种对吧 有那种鱼啊 那种香味在里头 我觉得这特别也是特别下饭的一个小菜 是吧 太好了 稻米似乎能激发出 严吉朝鲜族同胞 无尽的烹饪灵感 日常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主食米饭 在他们的巧思之下 焕发出别样的味道 一碗拌饭 融合了朝鲜族人的饮食特色 强化了东北稻米独特的优质口感和味道 简简单单的拌饭背后 呈现出的是认真生活 品味生活的小心思 得了 谢谢观看